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营 做灯营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摩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坐臂以后的话 就是从那个右臂孔当中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 这个右手的话呢 这个坐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着这个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的 出三次勾气 就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祈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 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降测 哦 哦 哦 字幕——Y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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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出现了很多前世的业力没有消满的功能 这些完全他们在有关经典当中也是有的 所以不得不承认的比喻 或者说他们自从也是完全能承认的一种观点 对对方进行驳斥 明天没有消满的好了 那天一会儿就像过来的那ác个旅行 ž Body宗盛 上面这一会儿是有的 非常有了效应的 所以说再来在美国都 Ma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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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唯无尽取爱 固定无后有 此非然无爱 如此运和无 那么这个就是讲 刚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这样说的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你们这些阿罗汉并不是究竟的果位 我们对他这么说的时候 他们说这也是究竟的果位 没有什么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是这样说的 虽然他没有进去的爱 因为这些阿罗汉没有进去的爱 所以固定是不会有后事的 刚才他们也说 虽然是有一些感受 有一些现象上阿罗汉是有痛苦 这种现象都是有的 但实际上这个是不要紧的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思想的 我们十二元气里面所讲的这种爱 或者说是具生的无知的爱 这样的爱是没有的 这样的爱没有的话 那这些阿罗汉也是不像我们世间的凡夫人那样 一直辗转不停地 在轮回当中扭转生死 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 所以他们没有后事的 因此可以成为一个究竟的果位 对方是这样说的 那么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打枪站在中观的角度 开始进行驳斥他们 他们说 这种此非然无爱 如此运和无 你们这样所谓的阿罗汉的爱 就刚才他们讲 虽然他们相续当中有一种爱 但是这种爱不像世间的 十二元气里面的爱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样一来 你们阿罗汉相续当中存在的这种爱趣 这种爱趣当然有两种 一种完全是成为轮回的因的一种爱 然后有一种不能成为轮回的因 但是它 我们可以叫做非然无的 不像真正的烦恼上 非然无的这种爱 这种非然无的爱 就像愚痴一样的 因为阿罗汉他们 也是应该可以承认的 小乘观点他们也知道 自己阿罗汉的有些观点 不究竟 这种道理应该可以承认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遇到不同的对境的时候 应该是有这种感受 既然有感受 那你怎么会像愚痴那样的这种爱 愚痴那样的非烦恼呢 在他们的相续当中 为什么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承认是有一种树 有这种树存在的 如果有树存在的话 这是我们一种推理来进行推翻的 如果有一种树存在 那业或者烦恼应该是有的 比如说佛经当中说是 乐树增上贪心 哭树增上贪心 然后摄树增上贼心 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俱舍论》里面也说是 因亦哭乐生三树 然后安利贪心和诚心 慈心三佛 就是贪嗔痴三佛 安利贪嗔痴三佛 有这样的教证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种推理 一种推理的话 就是说你们阿罗汉的相续当中 应该是存在着一种非然物的一种爱 这种相当于是一种痴心 这样的痴心 怎么会是没有呢 如果这种痴心是没有的话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 前面说的树绝对不可能存在的 下面就是说 因受缘生爱 彼等人有树 因为它是有树缘存在 树缘存在的话 那么爱应该依靠它而产生的 应该存在的 如果有爱缘产生 那彼等也一定会是有 所以我们通过树应该存在 它有爱 为什么呢 因为树是应该存在的 就是树的存在 我们前面也想了 阿罗汉在显现当中 他可能是有苦树 有乐树 这些现象或者公案 也应该是有的 所以在我们六十神理论当中 说是 所缘在何不生祸度 中观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心如果具有所缘的 不管是树也好 不管是什么样的缘的对境 那怎么不会产生啊 不会产生像毒药一般的烦恼呢 怎么不会产生呢 应该可以产生的 这也是一种推理的 我们在中观四百轮 十为主有中 尽是四所信 其实我们的识 一切善有的重则 然后作为对境 也是识的一种形象 通过这样的推理 我们都应该知道 阿罗汉应该具有这种一些执着 那么 thank you 嗯 我给你把我构杀了 但是我已经有点的 我我给你了 有点多少还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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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说 心灭也在先 就是这个意思 心事有所缘 彼人诸无其中 若无空心心 以灭复当生 犹如无相顶 故当修空心 那么下面就是说 如果远离了证悟大乘所说的空心 那这样的话 他的心事还是一定会有所缘的 因为大乘的四边八戏的空心 才能真正的熄灭一切熄论的 熄灭一切分别念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通达的话 虽然表面上说是你已经获得了空心的证悟 但是实际上没有通达 完全法无恶的境界 这样以后 心是一定会有所缘的 如果心有缘的话 他的一切操作 毕竟是在一个自作的网里面 这个自作始终都是没有离开它的 所以我们在有些大乘的经典当中 说阿罗汉的这种证悟就像是 脚印里面的这种水一样的 而菩萨和佛的这种境界 就像是大海的这种水一样的 也有这样的比喻 门芬仁波切在《经节保障论》里面说是 今处岁缘为我 如虫世界立内空 就是有这么一个吧 就像有关大乘的经典里面说是 声闻缘解所证悟的这种空虚 非常的微薄 就像是一个小虫 它吃到戒指里面的 内在的这种空虚一样 非常少的 因此我们有关的 一些大乘经典里面看 阿罗汉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讲 是最高的一种境界 但是他可以入于很长时间的这种灭经典 有些甚至不显的 他的身体一点也是没有的 就像《小池有关阿罕经》里面 所讲的那样的 有些身体也是以不坏的加持力 所因此而入入不同的 还是在一些山洞里面 沿山当中 大海里面等等 有不同的地方 都实现阿罗汉入灭经典的 但是这种《灭经经》 后来佛陀在心间发光 就说让他一定要入于大乘 就像麦彭仁波切说的一样 一旦必须征证物 今说十千劫之后 罗汉出顶入大乘 一旦的话 一定要证物大乘所说的这种空性 那么佛经里面说 他十千劫之后 阿罗汉一定要出顶 入于大乘 阿罗汉入灭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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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咱们的《妙华年华经》里面 也是说了 如此所谓诸涅槃 如如解脱 轮回苦 尚如为的真涅槃 当寻殊胜赐佛成 有这么一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你所谓的涅槃其实分两种的 有一种涅槃就像你们身为阿罗汉的涅槃一样的 虽然已经脱离了三界轮回的各种痛苦 但是还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涅槃 所以你才必须要寻找最究竟最殊胜的佛成的涅槃 佛成的涅槃其实真的是远离所知上和烦恼上的 就真正的这种佛果 所以十方诸佛的这种行件发光 让入于灭尽顶的阿罗汉在十千劫之后开始出顶 出顶之后入于大乘 在那个时候 从一地菩萨到十地 在一步一步地还要上去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断除一个烦恼障 或者入于一种灭尽顶的话 并不是很高的一种境界 如果没有这种空性的见解 大乘所讲到的真实的这种所谓的空性见解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后面讲到这些远离一切细论的空性见解 虽然心暂时都可以灭尽 因为我们现在不管是八十句也好 六十句 全部都是在阿罗汉的形式当中 分别来全部暂时已经断灭了 没有了 但是这种就像是无相敌一样的 无相敌他在修禅定的时候 也很长时间当时安住 任何这种想法都没有的 这样的禅定当中 最后在四禅那里 专门有一个无相殿 这个无相殿经过多长时间里面 它不是任何分别念 在这样的一种天界 但是最后因缘具足的时候 它还是生起来的 所以说这并不是究竟真正的果位 这边是在一起的 在这 boxes之后 这边是有所进去的 发生的次负وق 和真正的电视运动 在美筑里面和现了性能一样的 对于我们现在的视频 都能够在不及时也能够在内 变化给我们的浏览 但是我们现在的确认 感谢观看 我们要希求果位的时候 你想 暂时获得一种新的诫灭 这也不是希求的目标 应该获得了佛果 我们每个人为什么学佛 学佛都是自己想 我要得到了最究竟的佛果 得菩萨果也不究竟的 得阿罗汉的话更不用说的 所以《宝心论》里面也是说了 古为得佛果 不可得涅槃 没有得佛果的话 不可涅槃 应该是 若离日光者不可见日论 意思就是说 我们日光和日论 其实应该说是无二无别的 如果你除了日光以外的日论 应该是见不到的 同样的道理 最究竟的果位就是佛果 你如果没有希求佛果 另外一种涅槃 虽然我们在名声上可以说 阿罗汉的这种涅槃也是一种涅槃 但是这个不究竟的 因此一定要修持空性 这个空性就是广大无边的 一切万法结为空性的 这样的 法无我的空性 我们应该希求的 所以在三界轮回当中 凡是要希求解脱者 一定要对空性甘露妙样 要有信心 要有欢喜心 什么时候 我们听到了空性的法语的时候 就像以前释迦牟尼佛的广传里面所讲的那样 真的是欢喜的 这种欢喜心就是尽不至尽的 应该内心当中 对空性的欢喜不断出现 说明它有解脱的希望 大家都说 全部能听受的这种因缘 应该说是 每个人自己的福报显现的 同时也是诸佛菩萨的加持 包括释迦牟尼佛 发了五百大愿里面 色途的我们着实的众生 就各种因缘的三妙具足之后 有时候像是 我们生长的这样的娑婆世间 业和烦恼不断地在冲击 心里也是有一种痛苦 但是有时候看来 虽然有这种痛苦 但是真的是遇到了 释迦牟尼佛这么好的空性法 这种空性法真的是在相续当中 不断地串习 我们这种善友的颂子 逐渐逐渐会扫分的 一定会是它毁坏的 所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因此我从内心当中也非常希望 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人生是非常短暂 就像十三点一样的 但是遇到这么珍贵的 如意宝那样的大乘空性法门 确实是大家的福分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千万千万不要放弃 如果把大家看到的抽谜 都可以 谢谢大家 我给大家看看 这些小鹣一带 现在我跟大家一起去 洗澡 我给大家看一张 这些衣服 我来不 seeing 我对你 我看在这个衣服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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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